憲政法庭大幅限收的立法院的调查权 现在进口鸡蛋调查小组必须要暂停 不过我们会力争在立法院的院会成立 进口鸡蛋调查委员会 而且我们会继续办听证会 当然在过程里面 民进党一定会强力的杯葛拖延 不过我们会力争到底 一定要把超市鸡蛋浪费那么多人民的名指名膏 还有里面有没有关上过点 继续把它查清楚 现在让我们痛心也是感慨的 大法官离我们人民的距离这么遥远 连超市进口鸡蛋里面这么多的问题 全民都想知道真相 现在大法官会竟然踩杀针 是要盖牌的 变成贪扑者的遮羞部 甚至是帮助贪扑 我相信这件事情全民会有功绝 另外我们会对大法官的人事权 对他的预算强加的审查 更重要的我们要从制度面彻底去解决问题 所以外面力争在立法院的宴会成立 进口鸡蛋调查委员会的同时 我们推动修法 继续进行国会改革 让我们的调查权可以贯彻 可以力争回来继续调查清楚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今天宪法法庭针对国会改革的试线案 做出了判决 那么尤其是针对总统国庆报告 藐视国会罪 国会调查权 大法官都认为是抵触了权力分离 因此大部分其实都被宣告违宪 那民众只是要求官员 被寻的时候不能够隐匿说谎 要资料不可以涂黑 不能不给 那请问大法官这些要求 到底哪里有错呢 好立委代表民意监督官员 结果被大法官判定 都是违宪 那是不是干脆 直接宣布贪污罪 贪污和线不就好了吗 老百姓希望国会有调查权 希望能够有藐视国会罪 来追超司 追高端这些弊案 结果现在大法官证为 这些通通都违宪 那大法官到底是 是要允许官员 可以公然在国会说谎吗 可以不提供资料吗 还是说是要这个变成是 让宪法法庭 可以当成是遮掩贪腐的帮凶吗 齐凯哥怎么看 刚刚这个宪法法庭 大法官八十一页这个事件文 基督化绝大部分都用违宪 就是已经是把立法院的国会改革 基本上都无法大绑 基本上全部都砍掉了 我们要问 这次的国会改革里面用的是 接轨先进国家的民主国家里面 该有的听政权 调查权这些 全部这次都被他拿掉了 我们怎么 继续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吗 这样的大法官对得起人民吗 前阵子实质这个废史 已经引起民众多大的一个反弹了 很多人讲说大法官 这可不可以废掉了 就加上今天 又他们把国会改革 把重要的条文全部都变成是违宪了 这样的大法官还需要再存在吗 他里面很离谱的什么 第一个我跟他讲 他先 第一个 先满足了赖清德 不用到立法院的意愿 第一条里面写的就是这个 他在强调什么 一共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的第三项规定 只是付给立法院说得被动 听起总统国情报告的潜力 总统没有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义务 他把他定位什么 立法委员立法院是得被动而已 主动权在谁手上 完全在总统的手上 另外立法院听起总统国情报告的时候 还不能去指定他的内容的同时 他说什么 对总统你要询问或者他答覆 或者听起说他的建言 你都没有要求的这个潜力 然后后面给你补一句 你这次的国会改革 关联这一条 本项规定从本判决宣誓知之旨 撕掉他的权力 这效率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开始他就先满足了 赖清德不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 先满足了赖清德的议员了 第二个他把这个国会改革里面 最重要一个点 调查权跟国会改革 我是立法院超私进口鸡蛋 专业小组的调查权 马上就被他阉割了 他把我们人民要真相 然后你看那个超私鸡蛋 那是多严重的一个事情 光是一个50万的超私 我们人民因为这样子 至少用了5亿人民的纳税钱 丢到水里面去了 那时候再加其他 大概有10亿的人民纳税钱 被浪费了 人民生气是这样子 从去年底那么生气 多少人去法院按您申告 然后立法院我们执行了多少事去追 民意沸腾 人民要真相的时候 竟然大法官可以 变成超私的这个遮羞部 他把我们这个权力整个拿掉了 以后这个调查小组 现在只剩下什么 手支 他把其他钱全部都拿掉 本来我们要办听证会了 听证会就是相关的人 超私的老板 秦老板一定要来 第二个 北柬到现在 连陈其中 连林初柬都不掉 那你就来立法院听证会 这个大家在看电视电影常常看到 美国不是也常常在办吗 日本也在办 先进国家不是都在办 国会的听证会吗 为什么台湾不能有 那陈其中 林初柬怎么样 一辈子就躲起来 不用来立法院吗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 我们就进一步我们再修法 我们再争取这个点 可是我们现在让人民知道 就是说大法官有多可恶 当人民要真相的时候 你看到过去八年有多少的弊案 立法院好不容易 错过了国会的调查之后 立法院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要去帮人民追真相的时候 你帮忙就来不及了 你现在变成什么 不只遮羞布 你在掩护犯罪吗 超市 浪费了我们人民 这么多的钱 指名指名高 你大法官你不让我们有真相 然后也不去把这个弊案查清楚 让阳光照进来又把阳光遮掉 你怎么会对得起人民 听证调查权没有了 听证权也没有了 这个立法院又变成什么 又变成没有牙齿的一只老虎了 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我们进一步再去修法 可是我们让人民 再继续征请国会改革的 该有这个重点都要出来 可是相对的 我们一定要让人民知道 大法官从上次的实质废死 台湾人民八成以上 后来有九成以上的民众 全部都是反对废死的 他这样亂搞 今天连国会改革 好不容易我们跨出了这个一步 阳光照进了国会 让人民可以得到真相的时候 大法官又变成是 弊案的这个帮凶 我们要问 当这些弊案全部都没办法 追到真相的时候 人民的钱继续被浪费 以后的贪官物力越来越多 你怎么对得起人民 里面还有一个点 他来连这个所谓反执行这一块 他全部都是 都是判这个违宪 以后立法院的官员 行政院的官员来到立法院 他反正都不怕 他是继续来这边收房 你鼓励他收房 刚刚讲的调查前没有了 你也鼓励他继续贪污 这台湾整个乌漆妈黑的事情 这个本来是有机会 阳光进来要掀开了 结果现在因为大法官的这样子 不只是立法院会被五花大绑 前线没办法增加 没办法去拓展 没办法向先进国家 去做调查前听证权 过去八年的所有的弊案 很多现在都已经没办法 再好好查了 更严重的未来怎么办 我们本来非常努力的在做 然后本来有一个调查小组 所以你看本来超市 北京已经开始经济查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他的拒建法 他让陈吉仲 让林聪典到现在没有 那本来昨天跟前天 有一个好一点点的 台元立能本来检察官 台南地解署进去了 可是后来生压五个人 反正都把他放了 台湾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有一个变成遮羞部的一个大法官 然后某些检察体系 该传的人都不传 台湾再这样下去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说一方面 我们把我们的气氛表现出来 第二个我们在立法院 我们会继续努力 这次被大法官 虽然是宣判了某些 绝大部分都违宪了 我们继续修法 我们继续在进步 不到国会改革真正达成 我们绝不罢休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